在往后无穷无尽的未来中 就拜托你 带我去看星星了 我去看星星了 我去看星星了 你还在那里吗 如果你再不帮我解开这个 我可要忍不住偷看了 到底是什么惊喜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去看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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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怎么 房车 我还以为你只是想来个一日游什么的 这是打算经车藏交 想把我拐跑啊 我拐跑啊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选了这种车型 你想去的地方 应该离这里有些距离 先别急着告诉我 让我猜猜 这位把我拐跑的小姐 不仅给我准备了马克杯 还放了一堆我喜欢的零食 生怕我饿着 可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吃的呀 难道说 看样子我们这次要挤一挤 在目的地一起过上几夜了 但还有个问题 我们具体要待多久呢 要我继续猜下去吗 还是说你想自首 亲口说说 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去几天 听说 我看你 太帅了 单独相处啊 嗯 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呢 有个小小的问题 你可别忘了 说不定此刻车外的小树林里 还有想抢占头条的媒体在游荡呢 所以你必须小心把我藏好了 有必要时甚至做一些伪装 不过嘛 好在你眼前这个人在这方面可谓经验丰富 所以你只要先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就好了 找星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会怎么样 别停在这儿啊 吊人胃口 离星星最近离人潮最远 那确实挺适合我们过去一趟啊 你是指露营装备 这我已经知道了 画画 不会吧 你的意思是你连话剧都准备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可以先去看看那些装备嘛,保证不打跑。 嗯?这条路线怎么用? 嗯?这条路线怎么用? 哎,算了,这种时候还是纸质地图靠谱一点。 嗯,应该是开过头了?我先到我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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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会儿! 流浪者最新款! 我的天,这可是核印出自研发的高端车系!自带智能系统! 这车很稀有吧 你究竟是从哪搞到的 买的还是租的 核印 什么核印 就让我眼睁睁看着你应付他们 碰到这种情况 最好还是换个方法问路 啊 这车是我们租的 就知道租车费特别贵 哎呀 想想都肉疼啊 不过既然是和女朋友一起出来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吧 对了 这是我的女朋友 哎呀 那个地方加班特别多 跟黑心工厂一样 所以我就和她说 干脆辞了算了 当我的模特 我赚稿费两人一起花 从此浪迹天涯 没想到她听到这些 突然就把手里的公文包扔了 哭着说什么 你带我走吧 所以嘛 我们就私奔到这里啦 来吧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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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对啊,快到节稿日了 得赶紧开工 还是说你有什么想问呢 哦,没有没有 等一下 继续走,别会疼 也别看我 那个特别喜欢房车的人 可能还是认出我了 哎呀,确实偶尔会碰上这种情况 哪怕演戏也只能拖拖时间 别紧张 以我的经验来看 再过五秒左右 他会出声叫我们 好在这里没几个人 我们在处理突发情况时 不妨大胆一点 而且有件事 我从旅行开始后就特别想做 所以 你 上车 坐稳了 现在嘛 该换我拐跑你了 说什么呢 我现在 可是带着女朋友浪迹天涯的艺术家 对这片区域摸得特别轻 只要出了这片树林 我现在就不见了 可以过来帮我一把吗 我这儿有点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算来了 确实在整理啊 画架画布还有其他工具我都拿出来了 现在就等一个模特儿 你就配合我一下吧 要是再交不出稿 我们可就没钱继续私奔下去了 先要说好哦 我作为艺术家 进入工作状态 可能会变得相当较真 不管我提出什么要求 你都可以做到吗 那好 嗯 总觉得你现在看上去快正经的 再放松一点吧 这样吧 先把首饰都取下来 再随意撩了头发 没事 尽管哪 这里只有我看着你 对了 还有鞋 要不试试把它们脱掉 这么好的天气 要是能光脚踩在草地上 一定很舒服 你是不是 一定很舒服 你要啊 就很舒服 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很舒服 都想到哪里去了 我们只是在创作 不是吗 既然要作为我的画中人 融入这片平原 对于那些身外之物 我想看你把它们全部扔下 没错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无论是画上的你 还是你本人 我都觉得很新奇 好像一直以来 我都习惯了 看你打扮得体 和我一起出入 各种场合的样子 那样的你 当然很夺目 但我更喜欢的 还是你卸下那些装饰时 完全作为你自己 站在我面前的模样 所以再过来一点吧 看着我的眼睛 我要开始画你了 我说我有一句话 你会告诉我 我可以看到你 我会看到你 你会看到你 我会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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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你 我会看到你 我会看到你 你的眼睛 你觉得我这次画得怎么样 难道不是因为画中人的性格如此 他和我一样想和喜欢的人独处 所以带我来到了这里 只不过到达目的地后 你说的星星到底在哪儿呢 很快 我看到也不用那么快 毕竟在那之前 我还想和你再打发一会儿时间 我还想和你再打发一会儿 是我 我还想和你绝对了 你带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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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没有急事 只是发生了点小插曲 温辰刚才打电话告诉我 我们的行踪可能被人发现了 不是都说了不急吗 这事其实还有点好笑 你听听这个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本频道 您最灵通的本地消息来源 今晚的主题是 你最近遇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人 刚才我们接到听众留言 他说他在外露营时 可能看到了这几天新闻上的大红人 和印集团的陆景和先生 没错 大家都说这位公子哥 近期打算在本地布局 进一步拓展商业版图 所以他出现在这一带 一点都不奇怪 不过 无非又是翻来覆去的讲那些八卦 一点心意都没有 对没有 你帮助我 有或是翻来的 我们和录影者接触时没有暴露真名 而且从电台内容来看 他们没拿到什么实质性证据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万一真的出现了风波 到那时再出手处理就好 还是说你因为这点小事就怕了 想早点留回安全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觉得什么 你还没带我看到星星呢 不准就这么跑了 难道这里有我在 还不能让你放心吗 你知道我会为你将一切吵闹的事物挡在外面 一直以来 我不是都做得很好吗 所以 你以后也会一样 是 到彩晶 ya 我就做得好 它是我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也想和你 就这样整夜整夜地待在这里 哪怕玩尽兴了也不愿离开 不过 我刚才看那些云好像不太对见 总觉得 这些云好像不太对见 怎么还在这 我以为你已经进浴室了呢 来 这是浴巾 你最喜欢的沐浴香氛我也拿过来了 怎么了 一直皱着眉头 能停当然最好 但如果不行 我们不是还有明天和后天吗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快去浴室 等会儿我还想给你吹头发呢 姐姐 你也不看看房车的淋浴间有多大 要是我们一起站进去 你肯定会被挤得整个人紧紧贴在玻璃上 更何况到这个点了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 所以还是女士优先 好吗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好吗 然后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你必须就购置了 他帮助我 到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在处理了 嗯 谣言越来越多了 所以 必须比以前更警惕 我知道比以前困难 但是 所以他出现在这一带一点都不奇怪 不过 各位请仔细想想 这位小鹿总被目击的地点是在郊外 谁谈判会跑到荒郊野外去 再加上他的生活作风 不用我明说 大家也都知道 只要稍微想一想 他身边恐怕又有了新的女伴 就是不知道这次的女伴和以前那些是不是同一人哪 都说他曾和一位圈外人私交甚密 导致不仅被像我们这样的吃瓜群众盯上 还遇上了一点小麻烦 惊动了警方 那么 让小鹿总如此魂牵梦营的女性究竟真身如何呢 就让我来详细说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中文字幕——YK 你都听到了 只是八卦 把右手给我 姐姐 听我的 我听过一种说法 这个世界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剧场 公众人物 就像舞台上的演员 必须根据大众定下的设定 昼夜不停地表演 拿我自己做个例子 人们觉得我既然是个纹固子弟 肯定有个女伴 为了能找到那个女伴 将她也推向舞台 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 电台 不过是小屋见大屋 人们说着和你有关的传闻 揣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以此赋予你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 你知道你不是那样的 可你没法告诉他们 很奇怪不是吗 当你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 你便不再是你自己了 所以我不想看你 感谢观看 二者兼有 如果你决定走进公众事业 那么现在的我就是以后的你 你不想被那样对待吧 所以我得小心把你藏好了 有必要时做一些伪装 感谢观看 可一定要在今晚走上台前吗 比起外界强加的身份 模特和画家这个组合 难道不更加适合我们吗 事编的又怎么样 他们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快乐 让我们能暂时远离纷扰 所以不妨再想象一下 我真的只是个艺术家 因为一些机编巧合喜欢上了你 因为实在太在乎你了 看不得你受一点委屈 我带着你一直一直往前走 来到一片平原 那里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样就好 这样最好 我执起画架 那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模特 只要有你在 我的灵感便源源不断 可以一直画下去 极限远远没有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当然了 小姐 这么晚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是的 我已经按二少爷的要求 进行舆情监测 不会影响您 也不会影响 何因收购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简单的方案 更简单的方案 您的意思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导舆 引导舆论 可 小姐 请原谅我冒昧打断一下 如果这么做了 您也许很快会暴露 二少爷绝不会允许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二少爷不久前还和我说过 没关系的啊 温辰 我和他在商令下 晚点打给你 来吧 我只是有些好奇你的想法 为什么要说那些 这根本不算什么解决方案 你心里很清楚 我一直尽量不让你和我一样 暴露在宫中目光下 不想让你受到影响 不 你没经历过那些 所以才会答应得这么快 你家庭背景如何 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为什么会和陆景和扯上关系 为什么偏偏和他站在一起 是不是有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私心 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 有人就会开始审判你 给你安上一个你无法控制的身份 这和我们因为好玩而编出的画家和模特的故事 完全不一样 他们会打造出一个他们眼中的你 就像创造一个叫陆景和的纹阔子弟那样 什么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记得 可是 我明白你的心意 可我还是想提醒你 不要小看出名这件事 万一明天一早起来 关于你的流言满天飞 你真的能做到完全不理会 他们说不定会非常夸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 你还是在意的 对不对 不想被发现 想就这样窝在安全地带 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为什么要去抵律这份本能 主动踏入危险啊 说不定 你明天就会听到大家说 你是个比我更恶劣的人 带着我就此离开 不见踪影 他们还会猜测 你到底对我下了什么鼓 让我除了你以外 什么都看不到 哪怕这样也没关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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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那我还想再多确认一下 等会儿 我突然想起你有件事还没做 你听 你是不是该带我去看星星了 你是不是该带我去看星星了 被关心做准备啊 快过来 既然要看星星 首先得给你找个好位置吧 哎呀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来吧 我拖你上去 我说的没错吧 今夜的雨一定会停 我们会得偿所愿 新鲜 今晚不在这儿也是一人一吴 你就别逗我了 我只是 由此联想到了一些东西 因为亲身经历过种种关注 我便本能地希望 你远离那些目光 不被他人安上各种身份 那对我来说 简直就像是星星一样的愿望 是啊 太过夺目 却又一近一远 只要一想到他 其他任何事物 好像都变得黯然失色了 可每次都是只差一点 就能完成那个愿望了 而现在 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一些改变 你好像 不仅不在意那些 即将施加给你的身份 还主动影响他们 直到来到我身边 从今以后 再遥不可及的愿望 都会被你亲手摘下 放在我们出手可及的地方 你的话语 眼神 还有其他的一切 都让我感到安心 既然心满意足 就不必再去换下什么如果了 或者换个说法 你说说看 假设我们真的远离了 现在构成我们的一切 成了普通的艺术家和律师 彼此之间 还能产生这么奇妙的化学反应 最终走到一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不怕一万就百万一呀 假如真的发生了什么超乎人类想象的事件 我们被扔到了另一个世界 为了尽快重新找到彼此 你不觉得应该趁现在订个街头暗号吗 星星 好 那就一言没定 你觉得天亮以后又会有什么等待着我们 会不会 没什么 刚才只是在乱想而已 在往后无穷无尽的未来中 就拜托你 带我去看星星了 呦 你在家吗 我从一大早忙到现在 突然想起来得快点给你打个电话 是啊 最近有几个认识的艺术家朋友合办展览 我在这帮忙呢 刚顺利完工 等会儿要不要我过来接你 我们一起在这逛逛 我看起来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美术展 你看我身后的画是不是有点 眼熟 把好像去掉 画里的人就是你 我把之前露营时画的画整理了一下 都匿名放到了这次展览里 嗯 我那几天只画了一张画 怎么可能 趁你不注意时 我可是记录了不少和你有关的瞬间 白天你当我的模特 但其实 夜晚更能激发我的创作欲 无论是抬头仰望夜空的你 还是在眼影灯边打盹的你 我都画下来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 好像只要看你一眼 我的灵感就无穷无尽 刚才到处忙碌时 我也特别想看看你进入展厅的一瞬间的表情 你进来之后 我再挽着你的手 当你的专属解说员 别人在一边好奇地嘀咕 哎 这位客人的气质 好像和画中人很像啊 该不会是 从画布上跑下来的吧 好了好了 等你来了再逗你 你准备好了再和我说一声 我开车去接你 好 一会儿见